台中市新大破获了一处大麻重灾场 55岁的黄姓男子为了规避查契 在南投成租一栋透天措来制纵大麻 而光是警方查扣了大麻活猪就有207猪 在黑市上面的价值至少有1200万 另外宝山总队也破获风源一处地下制烟场 光是撕烟价值就超过了7000万 宝山总队破获位在台中风源的大型地下制烟场 一栏又一栏的烟叶下角料 警方清点超过一万公斤 还在现场抓到正在做调味烘干工作的 五名印尼籍陶医外劳 警方历经四个月追查 发现蔡信主贤在偏僻地方设立地下制烟工厂 利用国产烟叶加入原本应该要作为肥料用的 进口烟叶下角料做成白排烟 因为价格比品牌烟便宜一半 因此大多都销往槟榔摊 夜市菜市场 蔡信主贤规避税捐超过4000万 但已把财罚最高只能罚他1000万 另外台中市行大也破获一处大麻纸宅场 55岁的黄信男子没有工作 也没有农业相关背景 但他利用非法管道从国外购买大麻种子 在上网自学载种方式 警方在他成猪的透天错里面 查扣207猪大麻活猪 在黑市上面价值至少1200万元 初步调查 黄信男子已经有成功贩售大麻 但卖了多少的量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中 记者综合报道